國台辦宣布 要恢復台灣團客到大陸旅遊 業者呼籲蔡政府 要盡快解除禁團令 不過陸委會卻說沒有那麼簡單 在野黨怒轟 不要再用意識形態 卡死業者生計 虧違三年多 大陸國台辦宣布 恢復辦理台灣民眾 組團到大陸旅遊 但旅行社不敢高興太早 因為陸委會若沒解除禁團令 大陸再多開放也沒用 疫情前台灣九成的旅行社 都有發團到大陸 陸客觀光人次 更佔全年觀光總數的三分之一 政府有沒有放寬 影響巨大 旅行社業者因應期盼 但陸委會卻說沒那麼簡單 難道最優勢意識形態在卡關 那如何來同步如何對等 還有一些相關的管理相關的安排 涉及到很多事務性的介紹 陸委會還是告訴你 這個沒有這麼簡單 為什麼沒有這麼簡單 旅遊非常簡單 因為你想的根本不是 我們的旅遊業者 能不能賺錢 想的根本不是 是不是能夠讓大家都能夠旅遊 讓國民能夠享受他自己的生活 考慮到只是你的選舉利益 到底對不對 疫情早解封 但兩岸組團旅遊還是卡關 大陸遞出橄欖枝 蔡政府似乎還不想伸手 接著黃宇俊成關於台北報導